今天作品我觉得还蛮生动的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只可爱的小老鼠 小老鼠在干嘛 小老鼠在偷吃饼干 那今天我们的作品呢 是用黏土去捏成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跟着电视机 前面的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动手做 把这只可爱的小老鼠捏出来 还有包括椅子上面的这几块可口的饼干 跟真的一样 好 那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手作老师 怡萍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怡萍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动手捏粘土 那其实椅子是现成的 但是其他呢 我们都要靠自己发挥想象力做出来 请老师介绍今天材料 我们今天椅子是现成的 我们已经上过颜色了 然后会有一块圆的底板 让椅子住在上面 再来就是我们的各色粘土 然后利用各式的工具去完成 好 现在我们一开始的话 我们要先把底板的粘土铺上去 我选了一个蓝色的 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就单一个颜色 会太单调 所以我用了几个深浅不同的蓝 放在一起 然后稍微地捏了一下 把它捏出大概是像大理石的纹路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稍微压薄一点 再用擀棒 我今天选的擀棒它是旁边有胶圈 这样可以确保我们擀出来的粘土 厚度是一致的 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 同样高度的铅笔 或者木板 冰棒棍 都可以有这个效果 像现在这样 把颜色推开 对 我们刚刚拉的不均匀的颜色 现在看起来就会有纹路了 你看其实我们做像这样大理石 我有点漸层感觉的地板 看上去会蛮有质感的 对 你看我现在因为有这个胶圈的关系 所以我擀开的粘土 它的厚度就一致 不会有那种 粘土擀起来会有高高低低 不同的高度 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板子上 先把板子上上了白胶 不用全部涂满 就是靠边缘的位置 仔细涂到 然后中间的话 可以不用涂到全部都有 粘土它因为有湿度 遇到板子它自然就会粘住了 会有一些包覆性 对 旁边之所以要白胶是因为 怕它干了 它缩水的话它会翘起来 所以我们旁边的白胶就会多一点 再来我们就把它盖上 找一个我觉得纹路 比较漂亮的位置盖上去 那怎么样把边边 可以很漂亮地处理掉呢 我利用 从边边压 我只压边边 那你就会看到 边边的那个圆圈跑出来了 那你拔下来就会很轻易的 就脱落了 对 你就不要用手去硬扯 对 因为我们如果硬扯的话 其实旁边会有很多的凹凸 不是那么漂亮 好 把边边收好了以后 我想在上面做一点纹路 我今天选择了一支 格子的纹路 对 边边有一点点没有碰到 因为我们刚刚边边旁 把它往下擀薄了 所以边边有一些没有的部分 我们就这样子补上去 你也可以拿海绵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菜瓜布 对 如果没有这种擀棒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其他 任何有纹路的东西 去做一个底的效果 再拿上一个方格的压上去 格子不够大的部分 我们就稍微用刀子补一下 这主要只是因为 不要让地板太过单调 至于用什么样的工具 用什么样的印模 其实都没有一定 就像这样子 地板就完成了 对 它会看起来比较活泼 用完的黏土 记得把它包起来 因为黏土遇到空气 它会干掉 我们把它包好 下次还可以再使用 等到地板完成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 做我们的小老鼠 还有饼干 对 趁现在地板的黏土 还是软的的时候 我们就把椅子放上去 四只脚 上一点白胶 然后把它压上去 我会靠旁边一点 因为我另外一边 我要放一只老鼠 然后我还要放饼干 所以我会把它稍微靠旁边一点 压紧 让它沉下去 那就会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 我们先把它放旁边去 再来做饼干 本来饼干如果说直接压的话 因为我们借助了模型 有饼干的模型 对 所以如果直接压的话 我们起来就是一块饼干的样子 都好快 但是我们希望它可以再 再有变化一点 所以我准备了 这个小小的巧克力块 这巧克力块怎么做的呢 这是我先拿了 深的咖啡色的黏土 擀成一片 等它干 用剪刀剪吗 对 用剪刀剪 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 可以来代替巧克力块 在做冰淇淋 或者是做饼干的时候 都可以 对 放上这个 它会比较有变化一点 好 再来看一次 我们刚刚的饼干 稍微压薄一点 我们就把它放上去 盖在我有放巧克力块的位置 稍微地压一下 因为现在市售非常多模型 我发现 比方说光是饼干模型 选择应该也蛮多的 对 如果说我们买不到 可是我又很想要 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拿了真的饼干 拿了真的饼干 然后你先拿一块黏土 压在上面 把饼干的纹路印起来 放干以后 那块黏土就会变成是一个饼干模型 像这样 我们要做三块起来备用 所以等于是说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 先事先做好饼干的模型 对 就像老师说的 你可以拿一块真实的饼干 然后再把我们的黏土盖上去 然后它就会有饼干的纹路 那当然等到这个模型干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拿来 去制作无数的饼干 很简单 但其实像这样子 如果你不用借助模型的话 徒手也是可以很简单 变出饼干 对不对 老师我们先搓圆 压扁 压扁之后 再把巧克力豆撒上去 也可以 所以做饼干的方式很多 只是老师教大家最快的方式 一秒就印出一块 看你要几块都可以 我们如果说也不用模型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压上巧克力块以后 拿刷子在上面刷一刷 也会有饼干的质感 效果 对 因为现在是售很多模型 比方说可能小汉堡 或者是说其实蔬菜 或者荷包蛋 可能都会有现成的黏土模型 你就直接把黏土丢进去模型 压就好 最快 现在书局有很多这样子的模型 好第二块 就好了 我们会先把要放在地板上的这两块 先重叠 所以在重叠的位置 上一点白胶 好 像这样 就可以先把它黏到地板 黏的时候一样我在地板上 我在沾白胶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铺开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底并不是平的 放到底板上的时候 它并不是平的 你如果是挤一整坨的白胶的时候 因为它有高度 它就会碰到你黏土 可是你如果是把它整个铺平的话 它可能遇到的面积就不会那么多了 就不要把饼干整个往下压 你让它有点空气感 有点悬空也蛮可爱 蛮逼真的 这样会比较活泼像这样 椅子上面那一块 我们就会做大块一点 巧克力块把它放上来 所以我们先把周边的做完 那最后再来做老鼠这一只主角 对 那所以今天大家其实 如果你在家的话 你可以真的是做一套系列 比方说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老鼠吃饼干 那你可以再做另外一个老鼠一夹 然后再做另外一个 可能老鼠又在偷吃起司 所以你可以做非常多组不同的系列 老鼠系列 然后你放在家里 其实我觉得一整套看上去也蛮可爱 好像老鼠真的会动 老鼠会做家事 老鼠跟人一样很生动 像这样 这块我就会做大一点 因为我要放在椅子上 所以一样压上来 脱模的时候 我会先拿另外一块黏土 从旁边沾着 它就会很容易拿下来 好了以后 我们要做出老鼠偷吃饼干的样子 所以拿一个花形的切模 从边边 切掉一个小角 蛮逼着的 对 看起来就像老鼠偷吃饼干的样子 好 那一样 我们把这一块先放到椅子上 放的时候 你要把它稍微靠边边一点 因为待会老鼠要把嘴巴靠在饼干上面 所以你如果放得太厚面的话 它就会吃不到 好 再来我们要来做老鼠了 我今天选择了灰色的老鼠 大家也可以做 其他颜色 对 白色的或者是土黄色的 或者你要做卡通一点 粉红色 也都可以 对 比一下 这只老鼠的身体 大概要跟椅子一样高 像我现在这样就太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如果不够高的话 够不到 对 头就扣不到 所以老鼠的身体长度很重要 它的高度一定要够得到椅子 来 像这样 它可以碰到椅子的才可以 一样我们先沾白胶 所以老鼠它身体就是一个水滴型 对 身体就是一个水滴型 头也一样是水滴型 所以它其实身体的组合 就是两个大水滴 对 我们黏土在搓的时候 如果是轻轻的滚圆的话 它会有存在裂纹 所以我们黏土在揉的时候 先揉一揉 搓的时候稍微用点力气 不然的话可能要拿水 去补过黏土 水的话黏土会糊掉 然后你手上都会沾到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稍微用点力气 你看我用力的话 它的裂纹就统统都不见了 像这样是光滑的 然后我们比一下 看它的尺寸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小 因为稍微做大 头做稍微大一点的话 会比较可爱 对 所以其实你在还没有组装之前 你都可以先稍微衡量一下 你要的尺寸 对 这个Q版的娃娃的比例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会抓在1比1 身体1 头也1 这个比例看起来就会很可爱 你如果说要它再更凸显出来的话 就是身体比头还要小 看起来也会很好看 再来我们要挖它的嘴巴 用牙签 挖一个圆圆的弧度 像这样 微笑微笑的 对 微笑 然后把眼睛装上 我们的兜兜眼 对 兜兜眼 我会稍微靠近鼻子一点 像这样 点一点白胶 然后我们的桌子是有洞的 不能直接就放上去 因为你如果把洞向着上面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洞不好看 所以我们先用牙签 沾着 让它是平的 待会压进去以后 你就不会看到那个洞 如果小朋友家里 没有像这样子的眼睛 你也可以用 有点水彩笔 去点两个眼睛 可以直接就用黑色的黏土 搓两个圆也可以 对 黑色黏土搓两个圆就可以了 反正鼻子也要搓圆 对 这样 放上去后稍微压一下 压进去 好了以后我们要把它接到头上了 牙签 折一半 我们要接到头上 先在身体搓一个洞 利用尖的这头 然后再从胖的这头放进去 我们如果直接从胖的这头放进去的话 黏土比较容易受伤 像这样 再来 我们就沾白胶了 要把头跟身体接在一起 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嘴巴要靠近饼干 靠近以后一样沾一点白胶 好 黏土会缩水 如果没有用白胶这个东西 把它黏在一起的话 它很有可能到时候饼干缩水 头缩水 两个就分开了 那就接上我们的鼻子 你就可以拿出黑色的黏土搓圆 拿一点点黑色的黏土搓圆 接在最尖的地方 当做它的鼻子 好 再来我们就来做它的 耳朵 耳朵拿一块黏土分成两半 搓圆 压扁 两颗要一样大 然后再来做它的内耳 拿一点点的粉红色 加白色做成它的内耳 我们在做对称的东西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一块黏土去分两半 然后去感受它的大小 这样比较容易做成一样大的 你若是从一块大的黏土里面去抽 去拿出来的话 很容易大小会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都要做对称 对 耳朵是对称的 手脚是对称的 好了 以后 把它放到 耳朵上去 然后我用压盘压一下 让它内耳跟外耳是 结合在一起 就不用再用白糟了 对 再来沾一点白胶把两只耳朵接上去 你耳朵的话可以像老师一样 由后往前倒扣 对 这样它接触面积比较大 很可爱 好 再来 我们来做手 手脚都是对称的 所以 我们先 拿一小块黏土 一样分成两半 搓成长水滴 大家如果没有像老师那么有经验的话 你是可以先稍微比一下 看一下手脚的大小是不是你要的 不要说手脚比例看起来怪怪的 对 那手的部分我会希望它是可以 攀着椅子的 所以在做的时候你就要先比一下 它是不是够大只 像这样 可以攀到椅子上的 对 长度要够 对 好来 觉得差了一点点 我们再搓 再搓长一点点 所以在真正组合之前 请小朋友先稍微先比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比例 位置都OK的话 我们再用白浆的把它组合在一起 特别是我们的小老鼠 它的手一定要攀爬上去椅子上面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要先比一下 看够不够得着 然后还有包括另外一只手又要对称 以及包括它的脚 脚也都要对称 这很重要 对 好 在肩膀的位置点上白胶 然后在椅子的位置点上白胶 然后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其实很小 所以一定要记得白胶一定要沾到 这样子看上去就很可爱 很坎湿的感觉 对 好 再来做脚 脚就要做大只一点 然后它会有一个大腿 我们搓长水滴 上面这里要大一点 肩的地方稍微折一下 变成脚 另外一只也是 要比我们的手要这根胖一点 对 然后可以这样立起来 站起来 再来就把它贴到 小老鼠的身边 贴的时候脚底记得沾一点白胶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先确定 它脚会在什么位置 所以脚底的白胶是直接沾在这里 然后靠到身上去 你如果直接都点在木板上的话 你搞不好会点错位置 那点在脚底是最简单的方法 点一点点就可以了 放上来 这样放上来它感觉没有一体 所以你要稍微这样 让它的大腿是跟 它的身体是粘在一起的 像这样 好 再加上 它的尾巴 长长的尾巴 老鼠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我们从下面点一下 跟尾巴的尾端点一下 贴上来 然后尾端折下来 比较生动 对 可以粘在木头上 地板上面 如果觉得不是那么的服贴的时候 可以用刀子稍微处理一下 让它粘好 再来 椅背有点空 所以我们让它 帮它做一条 毛巾 对 小毛巾挂在上面 我们今天选了粉红色跟白色的黏土 做大条一点 万一如果太大了 我们可以截掉 可是如果小条的话 做尺寸不合的话 你就只能重做了 所以宁愿我们选用的黏土比较多 再来做裁切 搓长条 像这样 然后白色的 尽量搓平均 让它一样粗细 好 把它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以后 我把它切成三段 然后套在一起 这样就不用搓成六条 把它组合在一起 对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 我觉得搓得有点粗了 我就稍微拉一下 好了 以后 我再拿刚刚这支有纹路的擀棒 擀出它上面的质感 你也可以拿真正的毛巾 毛巾上面也会有纹路 然后就用毛巾压上去 也是可以的 再来把边边多的 截掉 然后用刀子 稍微切一下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贴在椅背上 一样沾一点白胶 正面反面 然后稍微放一下 让它有一点飘逸的立体感 对 底下稍微翻起来一点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作品了 你看我们的小老鼠头吃饼干 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生动可爱呢 其实老师最后有准备一个小钢丝 有点像是它的小胡须一样 再请老师再剪下几段 再把它黏在我们的老鼠这边 它就会有立体的小胡须 就像这样子 很可爱 当然小朋友你看就算用画的也可以 所以就看大家要怎么样去操作 其实因为它是现成 你也可以拿软铁丝剪几段 然后贴在我们的两个链夹旁边 然后这样看上去好像 这个小老鼠很弹吃 心想要吃饼干的感觉就出来了 你看一平老师 现在正在把我们的小胡须 加上去 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插呢 因为一开始你会去碰触它 棉土还没干 对 这个小黑线放上去的时候 如果说一碰到它就会歪掉了 所以尽量是等到你的作品 已经有一点点快要干的时候 可以用剪刀把它稍微修一下 就是让它长度一致 看上去就会非常非常地逼真 就是真的像是一只老鼠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今天一瓶老师要教大家做的 非常可爱的老鼠偷吃饼干 我们要谢谢老师 多多快乐学堂 下次再教大家做手作 我们下回见啰 大家拜拜 拜拜